大家好 最近在录一些python算法跟数据结构相关的视频 主要是想帮大家掌握一下基础知识 因为可能无论是我们日常工作还是说面试 都会遇到很多关于算法跟数据结构的东西 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目前就至于知乎 然后从实习开始就一直做python后端开发 对python有一定的实用经验 然后维护了两个专栏 一个是python学习制度 还有一个完整wim 在网上写过一本叫python web入坑指南 然后这个课程内容主要是 讲解一下我们常用的算法跟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会以python语言来作为讲解 对于每个讲到的算法跟数据结构 我们都会讲它的原理 还有python实现方式 实现空间复杂度 还有使用场景等 目录结构大概是 下面这些 包括一些 基本上是比较基础的内容 跟我们工作会比较贴切 然后还会涉及到些面试相关的一些 基础算法 然后编程语言的话 这里选用的是python3 python目前用的很多 而且我目前工作的话 主要也是使用的是python 然后受众的话 主要就是说想学习python算法 比较适合的初中级同学 我们需要了解基本的python语法 还有一些简单的面向对象的一些编程的东西 这里教材我选了三本 可以作为参考 一本是算法图解 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新手 然后实例代码也是用的python 然后还有一本叫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s in Python 这本书是英文书 然后好像也没有中文版本 就是适合有一定经验的同学 然后这个书中的错误 确实我自己运行的话是比较多 感觉也是这本书最大的缺陷吧 然后算法导论的话 如果你还是在学校的话 并且想了解更深的数学证明 可以去参考这本书 然后还有很多比较高级的主题 然后书中用的都是尾代码 上两本书都是用的python代码 那python代码 其实他们试地的代码写的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讲课的形式的话 主要就是说手写版加现场编程 对下面有两个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主要就是说我们会使用手写版来进行演示 主要就是说有文字内容 然后加图片演示 然后还有直接还有直接用代码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直观的演示 大概就是这种例子 最后的话就是资料包含视频 所有讲解的视频都会放上去 还有代码示例 然后还有一些markdown的讲义 然后学习方式就是说看过视频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基本的算法跟数据结构 它的这些原理实现 还有时间空间复杂度 还有使用场景等 然后最好是可以自己实现 因为只是看的话 实际上你吸收的东西非常非常少 开发工具的话 推荐使用以下这些 实际上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些 ID或者是编辑器 因为这次视频主要是对付费视频 因为录制这些视频 还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 还有相闷的 好